大家好,我是胡明星 那在上一次课程当中呢 给大家去讲解了常见的PythonWeb框架 那这么多的框架啊 有的同学就会说啊 这么多框架我怎么学得完 好,其实呢 我在上次课的时候 有给大家说到一些常用的PythonWeb框架 这些常用的PythonWeb框架的话呢 是大家要重点去了解的 比如像江狗,像陀拉朵 Flassic或者是Bantle 那这些框架的话 它的一个使用频率会比较高 那你要去学习它 而且这个框架 它在学习的时候都有一些特点 比如说江狗,你学会了之后 你再去学陀拉朵或者像Flassic的时候 相对来说就要轻松一些了 因为这些框架的一些设计理念 和它的一些编写代码的方式 其实都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要注意方法的一个学习 而不只是为了一个结果而去学习 比如说我去学习江狗当中的某一个功能的时候 是怎么去把这个功能学会的 然后我用同样的方式在学陀拉朵或者是Flassic的时候 我可以举一反三的去学习它们 OK,具体怎么来做 我们在后面的这个介绍里面 再会给大家去详细的做一些介绍 OK 那我们这一节课的话 主要会给大家去讲解一下 开发环境的一个搭建 开发环境的一个搭建 整个的开发环境的话 我在第一次课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有了一个初步的说明 有了一个初步的说明 我们大概会用到这样一些东西 大家需要去做一些准备 我们的整个的开发环境 课程所用到的是温期 系统环境是温期的64位 温期的64位 当然你如果不是温期64位 你可以对照自己的一个环境 去把环境弄好 我这地方写了整个的一个安装过程和安装步骤 我简单的把这个安装过程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首先我们去安装好Python的一个环境 我们用到的Python的环境是3.5.1 那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信号 信号的话是建议大家在学习的时候 最好和我的这个版本号是一致的 不然的话你在学习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OK 那有的同学如果是没有去安装 这个Python多版本的一个支持的话 你最好在你的这个系统里面呢 去安装多个的Python版本 让你可以随意的去切换 但这个不是我们这一次课的一个内容 如果是有这方面 Python多版本环境还没有搞好的同学 可以去查阅一下相关资料 或者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专业老师 就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回到我们的整个安装过程 第一的话大家需要去把这个Python的环境给装好 那我们用到的3.5.1的一个下载地址 那这里方是64位的一个下载地址 64位下载地址呢 这是官网的一个地址 然后这是分享的一个百度盘的地址 如果是你官网下载比较慢 你可以去百度盘里面去下 那下载好了之后的话 我们双击进行安装 安装的时候我们去勾选上 添加到环境变量的这样的一个选项 同时呢我们采用自定义安装 因为我们在自定义安装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到底装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Python的工具 它就把我们安装上了 对不对 我们就不需要再单独的去装这个包管理的工具 包括我们的安装路径 安装路径 我们在安装路径的时候 我们建议大家勾选上这个 Install for all users 就是所有用户都可以使用这个Python 勾选上 勾选上之后呢 设定你的这个Python的安装路径 那注意这个Python的安装路径 大家在安装的时候不要出现中文 不要出现中文 你出现中文的话呢就会有问题 OK 那Python环境安装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可选的步骤 那这个步骤的话呢 是把这个包管理的工具 给它做一个更新 做一个更新 因为它默认的这个PIP的工具 版本会比较低 我这地方把它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升级到最新 那更新的命令呢 就是这个工具 就这个命令 为什么要去更新它 当然这是一个可选的 可选的 建议大家去更新 因为我之前有遇到一个低版本的 这个PIP的工具 在安装一些 一些库的时候 它会报了一个编码的错误 但是更新到新版本的时候 它就不会有那个错误 好 所以这个地方建议大家更新 建议大家更新 然后第三 第三一个呢 我们还需要去安装一个叫做 Watcher EOV的虚拟环境 这个Watcher EOV的话呢 是一个虚拟环境的工具 我们可以使用它去创建多个开发环境 把各个环境独立开 这个是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有专门介绍 好 这地方我不详细的去讲 我们要去安装的话呢 同样通过这个PIP去进行安装就可以 如果是要安装特定的版本 那我们在后面安装的时候呢 带上它的版本号就可以 虚拟环境创建好之后 安装好之后呢 我们需要去创建虚拟环境 创建虚拟环境的话呢 好 我们使用Watcher EOV的这个命令去进行创建 进行创建 好 创建好了之后 我们需要去执行一个Activity的 这个命令 然后呢 可以切换到该虚拟环境 那切换到虚拟环境之后 前面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虚拟环境的一个标识 OK 那切换到虚拟环境中之后呢 我们再去安装将果 好 安装将果 我们要把我们用到的这些环境 好 装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 好 开发环境当中 这样把它隔离出来 好 免得了和我们的真实环境混在一起 到时候 避免有多个项目的时候呢 这个环境就比较杂乱 对吧 我们把独立开了 就可以让我们的开发环境和真实环境 都保持一个比较干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我们再去安装将果 在虚拟环境 切换到虚拟环境之后呢 再去安装将果 那安装将果的这个框架 同样是通过PIP去进行安装 要安装特定的版本呢 后面跟上这个版本号 好 我们因为是用的1.9.5 所以大家要在你们安装的这个过程当中 确保是1.9.5的一个版本 好 因为如果是这个版本不一样的话呢 在后续的使用当中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每一个版本的更新 它都会有一些功能上的一些变化 好 所以这个标信号的 好 标信号的 最好大家和我的这个版本保持一致 好 这样的话呢 大家才能够保持一个比较顺畅的学习 好 然后将果安装好了之后 将果的这个框架安装好了之后 好 我们再去安装PYMySQL 好 再去安装PYMySQL 那这个PYMySQL的话是 一个MySQL的驱动包 就是Python去连接MySQL的一个驱动 一个驱动 我们需要把这个装上之后 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Python去连接MySQL数据库 好 才能够去访问MySQL的数据库 那同样要去安装特定的版本 好 后面跟上版本号 那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的整个的环境就算安装好 好 安装好 安装好了之后的话呢 大家可能还会用到一些其他的软件 好 那这些软件的话 我给大家提供在这下面 这下面比如说 有一个MySQL的管理软件 Levelcat 这个是我经常用的一个软件 我在我的课程里面 也会用这个软件去管理数据库 所以大家如果要用到这个软件的话 可以从这个地方去下载 还有我们MySQL的一个离线的安装包 我在这个地方也分享出来给大家 大家可以直接去下载MySQL进行安装 好 这样的话 我们的整个环境 整个需要的一个环境就搭建好了 当然这个地方的拍掌 拍掌和Subline 这些工具你们可以自己去下载 可以去下载 如果是还没有这些工具的话 也可以向我们的老师去索要就可以 OK 好 这是我们的整个安装过程 当然这个地方安装好了之后 我给大家做一下演示 做一下演示 我这个地方已经把整个的开发环境搭建好 好 我是注意我的整个目录 其实是没有出现中文的 大家一定要避免这种中文的情况 我是在这个目录下面 创建的一个虚拟环境 这目录创建的虚拟环境 好 然后 是在script的目录下面 那我script的目录下面 有一个activate的命令 对吧 我去执行一下它 好 script 这个地方可以按一下键盘的table 它就会自动给你填充上 我们的这个目录名 好 然后active 还是按一下table就出现了 好 然后进行切换 好 切换了之后 我们这个地方就看到整个环境已经切换过来 那我可以去查看一下 我目前的这个环境下面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OK 我们查看到我们这个虚拟环境下面 虚拟环境下面 装了一个jungle 1.9.5的版本 对吧 pume sq 你们装好之后 也可以这样子去确认你们的这个环境是否已经安装好 OK 这样的话我的这个虚拟环境就独立出来了 对吧 它和我的真实环境是不一样 我可以退出去 退出去之后呢 它就是用的 真实环境了 真实环境了 它的一个环境和我的虚拟环境不一样 好 OK 进入到虚拟环境 前面会出现这个 好 这是我们这一次课的一个内容 我们这次课的内容呢 主要是给大家去介绍了整个开发环境的一个搭建过程 那大家在整个环境搭建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遇到问题的话呢 再联系我们的班级的老师给大家去解决 好 我们的课程 今天的课程呢 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